慧能大师太悟了 民心建议 那个信就是舍相 这信什么样子呢 它不是物质 它也不是精神 说不出 不但说不出 你想都不能想 你想就落到意识里去了 它开悟了 无足也开悟了 开悟的人跟开悟的人 说话就方便了 它说出 自信的 这个样子 它说了五句话 第一句话是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何其是没想到 没想到自信呢 本来清净 从来不然 成佛是清净 在现在人间还是清净 纵然造作罪业 堕得阿比地狱还是清净的 这是真的可不是假的了 那佛经里面常讲的一些染污 你看我们刚才所念的 坐卧迷身 卧浪滔天 独烟遍地 那这个都是染污啊 这染污 染污与自信没关系 什么染污呢 阿赖耶染污 自信可不染污 阿赖耶有生灭 自信没有生灭 阿赖耶是个妄性 假的 不是真心 真心啊 绝定没有生灭 绝定没有动摇 绝定没有染污 这真心 你见到了 那是真真你的自己啊 那我们用真心呢 那就是佛了 那用妄心就是凡夫了 妄心就是阿赖耶 阿赖耶叫什么 叫心意识 诸遥其诸 心妄想 意执着 识分别 我们用这个东西啊 奇心动念都是妄想分别 假的不是真的 用这个东西 才有六道轮回啊 你不用这个东西的话 六道轮回没有了 不但六道轮回没有了 你识法界也没有了 识法界那真的没有了 那是什么境界 叫一真法界 所以识法界跟六道轮回 都是梦啊 就像做梦一样啊 梦里都有 就是你迷的时候有 你觉悟行悟过来了 就没有了 换句话说 你用妄想分别之者就有 如果妄想分别之者放下了 不用它了 六道跟十八戒就没有了 假象 你从梦中行悟过来了 平等一向 你有没有体会到 我刚才讲的 你要不能体会 我提醒一下 梦里头 无论是想落还是受苦 行过来之后 是不是一样的 落没有了 苦也没有了 不是平等一向吗 那都不是真的吗 那天堂地狱全是假的 但是你要晓得 你没有行过来 你真受 你在梦中 在天堂真落 在地狱真苦 好像一点都不假 行过来之后才晓得 假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又违法如梦幻泡淫 所以你知道这个 就平等一向了 如果 你要是学了还原观 望静还原观 那平等一向 你很容易了解 望静还原 就是一向 现在我们了解 我们妄想分别之者 没断 还继续在用 可是 我们相信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个话 是真的 不是假的 《弦首故事》这篇论文 是《易华严经》写的 那也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我们现在的时候 尽色文神 我们用一个平等的心来看待 决定没有差别 想到佛在大天经里 常讲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我们用这个心态 来 出世带人 介物 来生活 那就是 佛的境界 你有分别 你有分别 我没有分别 你有执着 我没有执着 你有起先动念 我没有起先动念 我可以随身你的 分别执着 而自己 没有分别执着 就跟唱戏一样嘛 在舞台里面 你所表演的 都要按照剧本 剧本叫你笑 你就叫他笑 剧本叫你哭 你就叫他哭 是不是你真的有笑哭 没有 按照剧本来表演嘛 那菩萨 佛菩萨在人间 你欢喜 他也欢喜 你有苦 他好像也有同情心 那是什么呢 那在演戏 你是真的 他是假的 不一样 你真的有苦有落 他无苦也无落 这个就是觉悟的人 跟那个没觉悟的人在一起 不一样 境界 觉悟跟着相等的人 看得出来 他看得很清楚 如果是没有这个境界 看不出来 菩萨 佛菩萨 跟众生 呼光同尘 看不出来 叫妙啊 所以就发成为妙法 道理在此地 再平等一下 阿 你 陀佛 佛 阿 祢 佛 阿 祢 佛